来来来 哎呀小伙子 这就到我家了 我跟你说啊 你答应你两件事 你如果不我办我 就不能进屋 哎呀大爷 我答应你两件事 我肯定都给你办到 我再给你叙述一遍啊 第一 我六万块钱 买你手里这个手把件 第二 给你找个后老伴 说反了 说反了 第一件是介绍老伴 完事在研究手把件的事 大叔你的机型不好呢 先买你的手把件 你这是不常识 我走了 别别别别 好好好 哎呀行 先给你介绍老伴 行了吧 哎呀 这是我家 来来来 这是你家 妈 哎 我回来了 哎呀 来来来来 哎 那位是 啊这是我捡的 啊不是 这是大叔 大叔啊 你先坐 哎好好 里边坐里边坐 到家了 别客气啊 这有水果 怎么是 妈 这位大叔 我是从银行碰上的 啊 你看见他手里拿着那个玩意儿没有 啊 假的啊 连十块钱都不值 啊 他非要给人家打款 打五万块钱 哎呦我的妈 好家伙 在银行里 保安也拦他 是工作人员也拦他 说啥也拦不住 非要给人家汇款呢 这咋办 你说我碰上这事 我能不管吗 对 得管 这方邻居们 我管不管 对 我是正义的化身呢 我不能让这个大叔吃亏上当啊 可不 所以谁都不能说 我说大叔 这么对吧 我六万块钱 我买你手里这个玩意儿 哦 他还是不同意 完了他给我讲了他的身世 他说他单身 想找个老伴 哦 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 哦 这种回事 这种回事 所以说妈 你给他当老伴呗 你这孩子啊 你疯了吧你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剧团当过演员吗 我当演员那都是演戏 咱今天就得给他演一出戏 咱不是为了救他吗 求你了吗 行行行 你算把我豁出去了 小伙子 介绍对老伴 你老伴 在这儿呢 好 好吧 行了 老伴你也见着了是吧 挺满意的吧 挺满意 来吧 这玩意儿我六万块钱我买 但是六万块钱我可不能交给你 你得给你儿子叫来 我交给你我不放心呢 快打电话把你儿子 你先不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先给我妹子聊聊 大妹子 你也是单身啊 那你老伴啥时候走的 刚走 刚走 这有点太鸡了吧 不是不是大叔 那个虽然我爸刚走 不是我妈鸡 是我这当儿子的鸡 你看我爸走了吧 我妈也没人照顾 我工作也忙 你俩要是在一块了 互相有个照应 我是不是也放心呢 对对对对 我这帮儿女啊 那老笑出来 是 这也是哈 人这一辈子啊 常陪自己身边的 不单是孩子和朋友 对 最主要还是生活的另一半 哎 大妹子来 你坐 你请坐 你请坐 坐坐 坐坐坐 我这人挺直 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我怎么样 啊 啊 那个 我看你挺好的 哈哈哈哈 看我挺 来来 大妹子 坐这 我坐这 来来来来 呀呀呀 你看 来来来 坐这 哎 你看我我我我这人呐 你看你也不错啊 我合计 咱这事就这么定了行不啊 啊 只要你不走 你说咋的就咋地 哈哈 老玩我给你看看来 给我看看 哎呦 哎哎 哎谁在家呢啊 哎呦 哎呦 这妈怎么办呢啊 这谁啊 这是 这是谁啊 这谁 不是 谁啊 你问我谁啊 我 你别别说话 我是谁啊 你都别说话 那个大叔啊 他人是谁 你你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那个别说话啊 这是我大哥 那是我二哥 啊 别说话 大哥你来我给你说句话 二哥你也来 不是 你是不是 那个大哥你请坐 哎哎 请坐 是孙某回事 我在银行碰上他的啊 他手里拿那个东西啊 你把这个干嘛 不能让他受骗上当 哦 我明白了 哈哈 你是把他留着 我买的时候的东西啊 啊 对啊 那么贵 爸你明白了吧 你这是演戏 就是啊 这个戏演的有意义 太好了 哈哈哈 哇你笑啥啊 演戏救人家 你严肃点行不行 你现在演的是我大哥 我你你你得活 喝一点 开演 你 你你你你是他大儿子 是我大哥 我我他我他大儿子 我长得特别像我爸 因为我爸走得早 我跟我爸不长得像吗 大伙就以为 我爸没事老回来 我出去哪 你怕你还有点差不多 你长得着急 其实我今天35 我属狗的本能免 那你跟他叫声妈 你跟他叫声妈 叫吧 谁叫啊 你叫 大哥 你叫声妈怎么的 大儿子叫妈有什么呀 啥玩意呢 叫得不成心 你大点声 妈妈 哎 儿子 这他大哥 我 我 你怎么这还不明白呢 大哥 二哥 三弟吗 大哥 二弟 大哥 三弟 大哥 我咋看不像哥撒的呀 马上就是了 这一白 中干的一胆 翻越了 到此 回来 傻的钱是分疯了 跟我爹跟这结拜呢 这个 孩子饿了 回去喂奶去快点 哎 这这谁啊 哎呀 那是我二姑娘 哎呦 你看你这家里人多好啊 这么多儿女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这儿子 你这孩子 那就是我的孩子 没想到 我这年龄段 哎 还得了个大胖儿子 啊 天哪 难道你就是我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吗 爷爷爷爷爷爷爷 等会儿吧你 什么爷爷爷爷爷 你你当你是葫芦娃呢 不是 为什么 怎么你你你 妈 你回这叔叔在聊会儿去 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从银行碰上他 来来来 你来坐呀 我没事了 明白了吧 哎呀 你赶紧去派出所报案 好 我也跟他去吧 这家我算呆不些去 大妹子你别走啊 不是 不是 叔你正回事 我妈给你买菜去了 现在我们家冰箱里就剩蚕豆了 怕割着你 太热情了 哎呀 大叔啊 你看我 老伴你也见着了 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 挺好 我们哥仨呢 这个事也都同意 现在商量商量 你这玩意儿卖给我呗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这东西是 是我花五万块钱买的 获到付款 我当时要上银行 付钱的时候 这小伙子要出六万 不让我付钱 就把我领证来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六万 我跟你说六万五 行啊 行啊 他琴子你搞什么乱呢 这玩意儿你不明白吗 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 我出六万六 十万七 我六万八 什么玩意儿就六万八 什么玩意儿呢 你啥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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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爸 你这既然二哥你这么不仗义啊 大哥 那这么的吧 咱今天拍卖吧 你当拍卖师 好 我出七万 七万一次 一次就巧啊 哪有这样呢 不能是干啥呀 大哥和三弟欺负老二呀 你啥呢 你 我这先开始拍 我七万一一次 七万一两次 七万二 成交 你成什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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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万 成交 你成什么交啊 我还没喊呢 大叔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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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人不贪财 你还十万就行 十万我就卖你了 一会儿会给你取钱的 哎呦 告诉你啊 大琴子 这可不是我们家逼你买的啊 你吃亏上当 你活该 你掏钱 你给人掏钱 吃饭 你好你好 你可来了警官啊 哎呀 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路上他们都跟我说了 太好了 大叔呢 这 这这呢 这他警察还来了 就是他 你快点吧你 大叔 你好你好你好 您坐坐坐 哎哎哎 大叔啊 我听说你有个宝贝古董啊 啊 是是 在哪呢 这呢 这呢 不是我卖他了 你卖我吧你 就这 有毛病吗 大叔啊 啊 你上当了 你看看 多会这一家人呢 把那留住了 您这钱要是给打过去 那可就回不来了 你这钱就打水票了 你看看 你就是不信呢 谁来的你都不行 就您这个 啊 假的 假的呀 不能啊 一年多了我们联系的 啊 他给我发货 我给他汇钱 最后 他用那高价 又回收去了吗 啊 高价还回收了 这能是假的吗 大叔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人家不让你尝试点甜头 你能上当受骗吗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啊 对啊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立案侦查了 实话告诉您吧 就您这东西啊 嗯 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哎哎 也就值十块钱 哎 我们说嘛 你不信你 十块钱 十块钱 十块钱你要五万 这些骗子 大叔 大叔 我跟你说大叔 你千万别摔了他 这玩意儿你收藏着吧 警钟长鸣 回头再遇上这种事 拿出来看看 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小伙子 哎 我对这事愿意摊点小便宜 你就得再把尾言走几回 能把他救回来 这戏眼睛就直 哈哈 你很胖 大哥呀 啊 你看着我老公呗 这身体呀 健健康康 硬硬烂烂 拿头小猫驴 我也不跟你换 哈哈哈哈 这家都是好人的 我老伴不爱我 嗯 老爹你拿我换驴 哈哈哈哈哈哈 哥哥呀 啊 我说你两句吧 现在真有那么一伙人 就把眼睛盯在咱们老年人兜里那点钱上 咱们这些老年伙伴 有的还真就是爱占点小便宜 还有的那孤单寂寞 想找个老伴 最可气的有的人 他说又想找老伴又想占便宜 你说我呢 咱们一生啊 咱俩钱不容易 是 看住了 缘分到了 再娶个老伴 过个幸福的晚年比啥不好 听你的 大叔啊 今天你可千万不能怪我啊 我是不是有意骗你的 我是我们家正义的化身 我喝上这种事我必须管 那好孩子 行了 今天警官也来了 大叔也来了 都别走啊 怎么着 妈你炒几个菜 让我大哥陪他们喝两粥 哈哈哈哈 叫大哥哥呢 大叔 啊 他这管我叫一下午了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下午了是吧 得劲吗 老得劲的 过瘾吗 老过瘾 找回窝 妈呀 他到底是谁呀 这只要叫我们 妈 我叫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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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呀 过来 过来 我说过来 我还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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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